找那個曾市長 曾市長請 市長 委員好 事實上剛有委員提到 就是有一些這個地方自治法的事情 最近我的這個服務處 接到很多我們高雄市 一些這個低收入的補助的 這一些人的這個反應 而且也抗議 最主要就是這個前年三合一選舉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放寬 放寬補助的這個門檻 結果呢 現在選舉完以後 我們社會救助法通過之後 他們回歸原狀 變成造成緊縮 結果呢 這一些低收入戶的這一些可憐的人 他們去申請的時候 受到萬般的刁欄 結果他們的回覆竟然 這個官員回覆竟然說是 因為內政部通過社會救助法 所以門檻這個緊收 門檻這個家園 我不知道今天高雄市 因為引領有人來嘛 高雄有沒有人來 高雄市有沒有人來 高雄沒人來 那奇怪了怎麼只有通知引領 這個也有一點奇怪 所以變成啊 我們所當其衝 我們被抗議 高雄市政府 你地方自治法這麼大 你可以這一個在選舉的時候 跟他放寬這個標準 放寬給付 然後呢 社會救助法一上路 他回歸原狀 造成是中央 加這一個這個緊收他們的 這一個這個條件 像市長像這樣的狀況怎麼辦呢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件事啊 上次委員在 執行的時候 也有垂行這個部分 所以啊 不理頭啊 在今年 11月16號 我們就發了一個函 給高雄市政府 請他針對 就是說 委員所提的 我們也列了五六項 說 以往 就是說他 那個 7月1號之前 跟7月1號以後 那個 對照表 讓他了解說 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 因為這一些 不是社會救助法所規定 要嚴格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發了一個喊 等一下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 那發了一個喊之後 他們有沒有照我們內政部做 因為 既然是 社會自治法的話 那個 那個 地方 自治法的話 他可以不聽你的 因為他沒有犯法嘛 這就是一個政治的一個操弄嘛 對不對 要不得 所以我們後續啊 還會再去跟 麻煩你再發函 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 不是只有我 因為我剛好是在這個委員會 其他的委員碰到的相同的問題 都是因為這樣子而被抗議 然後是內政部這個警說 這個問題 我看你們內政部還是要好好的去檢討一下 要不然我們是首當其衝 要不然我們是首當其衝 像這樣子二類的政客 要不得 要不得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要來探討 探討我們這一次八大社會 八大社會通過之後 當然就是大家都很高興 然後我最近去探討的時候 我看了真的是 如果不是說這個深入基層 我想在這邊講 有一些委員啊 也是沒有辦法去這個深切的體認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到基層去掃接的時候 看到的 十間裡面 超有三間 家人都總是多少 在顧老人家 那為什麼我們長期照護護法 沒有辦法繼續審下去 上個會期 我非常的忍耐 而且非常的忍讓 忍入負重 希望社會照 這一個長期 這一個這個 這個 長期照顧服務法能夠通過 當然也不是照顧啦 因為大家說要改照顧 結果現在也沒過嘛 那我今天看自由時報 他就寫了幾個優先法案 這一個長期照護服務法 就是一個優先法案 是在我們本委員會 我今天我要澄清 我們本委員會每一個委員 不要去背負這樣的一個罪名 我們沒有代夫直手 我上個會期就希望讓他通過 審了三天 審五個法案 我也希望這個會期 這個大家能夠忍入負重的 讓他通過 所以我這一次我到基層去看 我看我們陳潔如委員 他是貴尾社福的這個社福之母 這個現在立法院已經沒有人 這個可以跟你比擬了 要有這樣的一個同理心 我去看了 都總有一些老人家 變成都總是多久 在幫他們照顧 裡面是暗暗 甚少衛生習慣又不好 我看了很心痛 然後現在本來一些社區的公園 是給一些這個 退休的人 或是一些老人家 一些小朋友 在玩的地方 現在變成是 外老推著這個 老人家 然後就在那邊 是一個聚會的一個場所 然後老人把它放在那裡 外老在那裡聊天 大家 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我們台灣 目前這個社會 應該要發生的問題嗎 這樣的景象 看了不會覺得難過嗎 所以次長 你不要認為說 這已經用過衛生術 你們就下進步 你們都不需要去管 這個問題很嚴重 很嚴重 所以今天我希望說 藉著這樣的一個時間 喚醒我們一些委員 大家應該共同來 要重視這個東西 這樣好嗎 那接下來就是要談 我們 既然是老的 我們想到了 小的 現在我們 我記得我上一次的質詢 我們高雄市政府 還沒有合併之前 可以說是全國 全國這個公立的幼稚園托兒所 排名全國 倒數算來第二名 現在合併之後 是因為以前的高雄縣 他做得很好 才給他綜合 我記得報紙也登了 我們內政部也糾正了 現在的狀況還是沒改善 所以高雄市的 一些中產階級的 他們這些小孩子 他們要練書 所影響的層面非常之大 所以我還是在這邊 要拜託我們內政部 應該去鼓勵 鼓勵我們地方政府 也不是只有高雄市 鼓勵地方政府 能夠廣設公立的 這一個托兒所 還有幼稚園 甚至也要讓他社區化 來 這一個部分 我們謝謝委員的一個提醒 原先高雄市 他是沒有公立的一個托兒所 對啊 後來 那個縣市合併了之後 他現在高雄縣 原先有很多的公立 托兒所 所以他合併了 第二個也跟委員報告 現在因為 幼稚法通過了之後 幼托整合 所以變成說 托兒所跟幼稚園都整在一起 變成幼兒園 所以這一個部分 會增加 他有關公立的 幼兒園的部分 數量會增加 那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長期照護服務法 沒有辦法在這一個會期 在這一屆 第七屆完成 希望未來第八屆的人 也可以去跟他完成 但是呢 我們認為還沒有完成之前 我們的這個安養機構 公立的安養機構 一定要廣設 要不然的話 看得真的很可怕 我覺得 這個這個 這樣的一個生活品質 有問題 老人家獨居 然後外老來看護 然後生活習慣 這個衛生習慣又不好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台灣社會 應該有的嗎 不應該吧 是跟我們報告 雖然長期照顧服務法 還沒通過 但是我們現在在推動了 還是長照十年的相關的一個計畫 但是做得不錯 不夠徹底 這個還要再加強 對不對 那長照十年的一個計畫裡頭 剛剛委員所提示的 有關老人的安養 就是養護的部分 長照的部分 這個機構的部分 目前我們也在充實 好 那我們也希望未來 能夠讓這一些公立的安養機構 能夠也讓它社區化 是 這樣子的話 我們認為會比較 靠感情 是 感覺上 這個社區會比較 有人性 有人情味 好不好 是 我們都會朝向社區化小型化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探討 我們明年元月一號上路的 我們八大社福 我一直覺得 我們這一個國民年金 這一個基本保證年金 明明都65歲 為什麼大小小十六歲差那麼多 有一些人 可以領到 我們老農 可以領到 七千 現在七千 現在的其他的老年人 才三千五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 我們一直覺得 這個基本保證年金 不是只有三千五 未來 最 最後的這個 這個終結 一定要到五千塊 為什麼 因為這些家庭主婦 很可憐 他們一生奉獻 經過家庭 貢獻給先生 貢獻給小孩 甚至於貢獻給孫兒 結果未來 他們沒有退休金 看的就是這一筆養老金 那你還一個月給他三千五 這樣算得好 而且你看民國九十七年 我們的十月一號 我們的國民年金開辦到現在三年 沒有條件要辦公 那調整以後 我拜託 雖然說 我們老保局 有一些廣告 這個受人過病 但是呢 百分之九十九是被肯定的 你現在大家 我現在在找家 大家在問 說 欸 阿委員 阿公說真的三千五個黨而已 阿是要怎樣 你們的廣告宣導不足 所以拜託自長 這方面你們很厲害 趕去做加強宣導的工作 跟委員報告 國民年金那個區塊 我們也跟老保局談好了 他會通知每一個可以領的人 增加的部分也都會通知他們 讓他們了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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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